把麵團趕開 來自土耳其的洛庫曼 來台灣前就是個廚師 對料理的每個步驟都不馬虎 再上香料 麵團都還沒熟 味道就好香 放進烤箱 烤箱的溫度 洛庫曼也很講究 這個下面跟上面的溫度 上面差不多250 我一會兒剛剛的麵團 膨脹成一個大烤餅 拿出來好大一個 這是土耳其著名的羊皮罰麵包 除了這個 洛庫曼的餐廳 還有很多道招牌料理 用餐時間吸引大批食客 洛庫曼還會走出廚房 跟客人互動外 更重要的是看看客人 對今天的料理滿不滿意 阿當吃的應該OK了 你看 所以你要先看盤子是不是 看盤子就知道了 不是嗎 就是好不好吃的決定 看一下盤子是個精光 台灣客人到土耳其餐廳吃飯 對料理滿意 對這個來自英國的廚師 也非常喜歡 很有親切感 很有親切感 然後覺得有異國風味這樣子 真的滿特別的 對 其他地方沒有 就連到台灣學中文的 土耳其女孩 也為了吃到家鄉味 幾乎天天到餐廳報到 洛庫曼幾年前 認識在土耳其旅遊的太太 跟著回台灣 原本只是想學中文 後來卻定了下來 那妳怎麼把他的心留在台灣 心喔 應該是台灣留他吧 台灣留他 台灣自由 生活便利跟他們不一樣 台灣留去了洛庫曼 一開始洛庫曼最不習慣的 就是飲食 日本的味道很壯 吃不習慣 吃不習慣 對 我那個水底就是3公斤 我現在這個習慣就是5公斤 口味太重 吃不習慣 那麼就重操就業自己下廚吧 看了這家餐廳 原本太太當攝影師 後來也決定幫忙先生 在廚房忙進忙出 要陪先生一起給客人 最特別的異國風險